不是 不是的 所以你自己写一个新媒体运营 又没有能够通过你的视频资料 展示自己足够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确实是给你减分的 你自我对自己的认知不太清晰 他展示了一个效果的事 他对自我认知就挺混乱的 展示和他的认知就是混乱的 特别担心他不专一 从我们招聘的角度来讲 他不专心就是很大问题 有点太杂了 什么都想做 但是不知道专业系方面 现在目前体现来讲弱了一点 你的这份个人简历 嘿嘿 你说的这些我一个也看不懂 他举的这几个案例 什么某某金融信贷用户的贷款风险预测 某网站用户点击行为数据分析 他这些做的都是哪些工作 我看你编程语言写的是Python对吧 对Python Python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正常来讲 我们在网站上招的技术 其实是语言的种类 比如说C++ 那个Java 然后Python 其实Python是属于最简单的一个语言 他过往是学的是这个 他是用语言来写代码的 它是一个工具 它能够会用那些软件工具 并且能够根据主管的要求 去做数据分析 最近的一份工作经历 你是在某生鲜店 做这个营销收银客服 对 是这样 就是之前是在 就是之前的一份工作 是在某时间超市 然后做客服港的数据分析 简单的就是说 现在销售行业 就是要是有用户给的差评 然后我们可以去抓取下来 然后做一些数据清洗 转成一赛表格 等等一些形式 上的一些可以折现出来一些 透视表格 还有产生一些数据报告 你有带来之前的工作内容吗 我是有一个小视频 然后是我之前在那个 在互联网公司做的几个 三个小项目 然后这个呢 就是用代码去写出 然后是一个分析 是某个航空公司 一些简单的数据 然后可以形成一个雷达图 就是说写代码 然后怎么去导入模块 然后一些信息 然后去折成一个这样 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 雷达图的形式 通过这个图 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 得出就是说 每个地方的一些顾客价值 是在哪一类上的 进行一个分析 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某个公司 然后一些我提供的数据 然后我们写代码 呈现出来一个饼图 然后就是说 哪个地方占比量 是最多的一些信息 这个呢 就是刚才看到那个饼图之后 一个升级版的 就是一个玫瑰图 代码形成一个玫瑰图 是这样的 听懵了 我们在他平时工作 没有特别接触到 然后呢 他的解释也太细节了 因为他的工作港外 还是比较底层的 所以他没有看到 网上的整个架构啊 之类的 你离职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那个生鲜超市 然后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之后 就是身体累垮的情况 然后所以个人原因离职 工作压力大 你做数据分析 为什么工作 是这样的 因为在那个生鲜超市 就是哪里的部门 哪里需要 就是帮忙 然后我们都要去 去帮忙 然后去 就是一个 办专的一个工作 然后去帮他们去打包呀 以及还有就是盘点的工作 可能连轴转的 都在你干 除了你本职工作 你还得经常去被抽掉 去别的部门支援他们 对 是的 为什么一个数据分析港 跟客服港 它两个会互动那么强呢 按道理这是完全不在 对 因为是这样 就是说他 因为当时招这个岗位的时候 现在只是缺这个编制 是就是把我放在 这个客服的岗位 然后去 还要去做 就是说一些数据 数据的分析的工作 是这样的 我想问你 你当时加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 你知道他的工作强度这么高吗